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再提 叶华与白浅情投意和无心朝野 他便也就不适合再做太子之位了 纵然如此 阿力年岁上小 无妨 不是还有你陪着吗 阿力天资聪颖又心思纯良 最为合适 成于扯了扯连颂的袖子 事与他别再问了 连颂又如何不担心 好好的太子 说废除就废除 一定是叶华做了什么大事让天君震怒 否则以天君对叶华的器重 绝不可能在此刻改立太子 连颂 明日起你便跟着早朝 早朝过后 将阿力带回宫中 教他事宜 是 连颂领旨 好了 你们好好收拾一下吧 本君还有要事 不留了 恭送天君 恭送父君 天君走后 连颂扯不住气要出去 被成于拦住了 连颂 来日方长 有事出去了再说 直接问叶华 这日 白滚滚独自一人跟着邪灵去了魔戒 魔戒乱成一团 杀气成堆 满屋子都是怨灵 白滚滚 你来了 白滚滚 我们等你好久了 你终于到了 白滚滚捂住了耳朵 可是声音却从心里窜了出来 白滚滚 别推辞了 你就是未来的魔尊 你是最好的 你快来吧 坐上那个宝座 你会爱上这里的 白滚滚 你不做魔尊 谁来带我们重回天日呢 你们本就该死 杀人偿命 你说的好一阵言辞啊 难道你就没有杀人 你的手没有沾上过鲜血吗 我杀的都是该死之人 真的吗 那阿里历劫的时候 你徒了一村子的人 你明知道那只是阿里的历劫 为何还要痛下杀手 我要杀便杀了 还需要跟你们解释吗 白滚滚 你心里暴虐成性 你和我们是一样的 来吧 让我们带你当魔尊 你当上了魔尊 就没有人可以阻拦你了 你就可以带着阿里回这里 让他摆脱天宫的规矩 胡言乱语 阿里是未来的天君 岂会跟你们同流合污 那如何能说得好 万一他就是愿意呢 白滚滚一掌打碎了几个邪灵 跑了出去 一个邪灵想要上前阻拦 被另一个拦住了 你拦我做什么 他都走了 别急 他会再回来的 等阿里当上天君之日 就是白滚滚成为魔尊之时 他们之间是注定不死不休的 白滚滚跑到了外面一条河边 对着河水照了照面 看见自己一身黑衣返躁不已 白滚滚 当年你善其禁术 就该想到会有今日 你还在等什么 那个人是不会为了你放弃家人的 近日来魔戒的邪气越来越重 不仅如此 已经有几次攻击凡界了 这一带是青秋的管辖地 白家自然是不会坐视不理的 珍珍 这次的邪灵事件你怎么看 的确 来得怪异 不明出处 爹 我们不能不管 这是青秋的子民 我请命出战 不行 你是女子 只需自保 我也是青秋子民 我要和你一起战斗 不行 你在家里待着就可以了 此时暂且不及 你们都烧暗雾燥 等有需要的时候我会告诉你们的 你们都义不容辞 珍珍 秦秦 你们都先回去吧 早点休息 是 爹 娘 白真做衣跟着秦秦一起出去了 二人面色凝重 都心兮天下 白真 可需我回龙宫调兵 暂时不必 青秋兵力足够 白真 若有一日你要出战 无论如何 戴上我 好吗 你是公主 战斗的事 交给男子就可以了 不 我不想让你一个人 白真 此事我仍然坚持我的想法 白真摸了摸她的头发 没有再说此事 很晚了 我们回去休息吧 白真上前走了 秦秦在身后跟着 看着她的背影 她总是觉得 白真看起来好落寞 好像随时想要战死沙场一般 她的心里 当真如此不厌尘是吗 还是 她只是为了某个不可能的人 想要解脱自己罢了 秦秦从前从未觉得 爱一个人竟然这般辛苦 为了她的难过而难过 为了她的心疼而心疼 可是却永远也不会疲倦似的 周而复始 白浅忙完回来 见秦秦还在院子里坐着 有些担心她 走了进去 四嫂 这么晚了你怎么还没休息 浅浅你回来了 跟四哥吵架了吗 若是如此又好了 她性格很好 从不会跟我吵架 有什么事也都是让着我的 那你为何看起来闷闷不乐的 浅浅 她心里那个人 你认识吗 你不想说也没关系 也许是白真不想别人知道吧 我其实很想要告诉她 我是爱她 可是如果她爱的人回来了 我也是可以成全她们的 真的能吗 我知道 那很难 也很疼 可是比起这些 我更想要再见一眼 从前我第一眼见到的白真 那个时候 她的眼神真的好清澈 她看起来真的比现在快乐很多 如今你们已经是夫妻了 别再胡思乱想了 有些事 本就是不可能的 抢球只会适得其反 浅浅 你去休息吧 我一会儿就回去了 可需要我在此陪你 不用了 我想自己做一会儿 晴晴自从嫁入清秋 几乎是夜夜失眠 虽然白真对她很好 可越是如此 她心里越是心疼白真 心疼她的委屈求全 房间里 白真夜里醒来 发现晴晴不在房里有些担心 起来找了一圈 看见晴晴在对着树神说话 四夫人 树神 您在清秋住了数万年了吧 是啊 小神自小就在这儿了 那您可知道 白真素崴喜欢与谁来往 有 四公子喜欢与哲言上神一起喝酒 哲言上神 可有什么女子吗 不会 四公子从来不惜与女子来往的 我知道了 谢谢你树神 四夫人 更深漏众 您早些休息吧 难道白真喜欢的人 竟然是如自己如师父的她吗 勤勤苦笑了一下 起身回房间 白真赶紧藏了起来 先一步回了床榻上装睡 四日 晴晴偷偷去了一趟十里桃林 哲言在修剪桃树 哲言上神 原来是公主 您怎么一个人来我这儿了 晴晴对着哲言坐一后坐下了 哲言也停下了工作 给晴晴泡了茶 哲言上神 晴晴有一事相求 无须客气 请说 请上神如实相告 你与白真 是不是真的是彼此的知己 晴晴说得极其委婉 她明白这样的猜测 很不礼貌 而且一旦证实了 四海八荒乃至于清秋本家人 都会排斥他们 知己自然是的 在你嫁给真真之前的日子里 我们时常一起喝酒 游戏人间 不 我不是这个意思 我 晴晴啊 有的是 无须多问 否则 岂不是伤了真真吗 我知道答案了 多谢哲言上神坦诚相待 晴晴倒别回去了 可是 这一趟却让她更加坚信了自己的猜测 若真是如此 白真该是多痛苦地娶了自己 回去后 晴晴刻意疏远了白真 不知如何面对她 晴晴 米古说你去逛街了 买什么了 没有 只是出去散步 想要什么 我带你去买 晴晴摇了摇头 不想接话 也不想找新的话题 好了 今天就讲解到这里 如果你有不一样的看法 可以在评论区留言 和小影一起讨论哦 赞同小影的话 可以点个赞 支持一下小影哦 我们下期见